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 俄军当天在顿列茨克地区控制了多个定居点 并打击了乌军的弹药库 电子战基站 反炮兵雷达等目标 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乌军的多枚火箭弹 航空炸弹和多架无人机 此外 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击退了乌军的进攻 并对乌军的装甲车等目标进行了打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 截至10号下午 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与俄军交战 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 前线局势依然紧张 其中 波克罗夫斯克与库拉霍夫方向的局势最为紧张